大家好,我是Match群,有点犀利,有点帅的black 上几个课,我们讲了PE博客系统中发帖,模画的开发 但是没讲完,是吧,这些课我们接着把它讲 我们接着把它讲,我们上几个课讲哪了 我们上几个课要准备讲这个列表页 那我们看一下,列表页它的这个model model就是存放它主要逻辑的 这里同样有一个blog tab,这还有哪个地方有啊 还有哪个地方有啊,同学们想想,是不是这里也有啊 是不是这个post,对吧,这里也有对不对 但是这里也有和那里也有,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啊 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啊,什么问题啊,不好维护是不是啊 不好维护是不是啊,那么所以老是说 让同学们自己把它抽出来,做成一个公共的对不对 所以放到数据库也好,放到那个公共配置文件里也好 好,这个交给同学们自己来完善的,是不是 好,我们看一下怎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写的啊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需要检测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啊,是配置 这个参数是干什么的啊,这个参数用来分页的 现在暂时呢,按主线不讲,因为现在不仅不适得到分页 然后我往下看,这里有一个什么,用了一个倒层,倒用了一个什么 get user block list by user id 这个uid怎么来的啊,是吧,上节课已经讲了,这个uid怎么来的啊 如果我的同学们不太清楚,可以回去再看看上节课的视频 自己再写一下,是吧 演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啊 写程序一定要,学程序一定要写 一定要写,一定要写 在学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一天有100行代码量啊 这样的话,才能有 非常有效的提高自己写代码能力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看这个倒 其实倒这个层啊,我们其实也没必要多讲 因为前节课我们特别仔细的讲过这个倒这个层啊 这里怎么用啊,就是说你需要许的一些参数 是吧,许的参数 和你需要这里的一些 是吧,well子句,还有你最后的一个old by这个 有同学说,那么为什么不用slack新啊 slack新不是更好啊 slack新不是更好吗 slack新不是更好,更简单,更快吗 我们不用写那么多 不行啊,同学们 slack新啊,这个是有网络传输成本的 你全部取出来,又用不了那么多 是不是啊,用不了那么多 然后你就全部再放出去 是不是增加了一些数据量的开销啊 是吧,取的速度是不是更慢啊 因为数据量更大了,是不是啊 这样是不合适的,咱们现在就几个 如果有几百个字段取出来,是不是很痛苦啊 咱们就用一个,是不是 你觉得说很不科学啊 所以我在设计到base这个类的时候 也不允许slack新这种东西的存在啊 slack新这种存在啊 好,那我们接着两个看啊 接着两个看 接着两个看 然后我们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又要干什么啊 进行整理,format list对不对 format list 这里有一个参数啊 这里不是有个,有个函数 有函数,我们看这个函数 如果这是空的时候,retail false 然后呢,我们循环它,循环它 循环它,这是干什么啊 这是在干什么啊,东西们 这就是在整理啊 整理啊,需要把页面要输出这些参数 我们整理好,整理好 可能这同学某人一看啊 我们看一下啊 某人一看可能觉得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参数 那我们先看一下模板 看一下模板 看模板 这里这个模板是吧 这里需要一个什么啊 需要id,这都是有的 需要title是吧 需要什么啊 需要评论数 需要评论数 评论数这里我们还没有做评论论 所以评论数先留着 需要一个什么啊 需要一个创建时间 需要一个它的分类是吧 需要一个它的分类 还有它的内容啊 就是需要这些字段 然后呢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model里一看啊 看,所以它 现在大家真的理解啊 我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子的 得一个处理 这样的一个format的处理了 是不是啊 这个nickname是没有用到啊 这个nickname是没有用到 但没关系 我们就放在这里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create time 这个create time干什么啊 我们用一个什么啊 用一个data 是吧 data data这个函数 把它做一个格式化 做一个格式化 同学们应该会用这个啊 会用这个函数啊 就不多讲了 然后呢 这里我们把block的这个原文 做做一个什么啊 这个同学知道这函数什么意思吗 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可以自己查啊 不知道可以自己查 但是但是老师在这里 还是要给你们讲一下 这是什么 这就是把这个内 这个sutron字符串里 所有的html代码 全部过滤掉 全部的html过滤掉 过滤掉以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纯文字啊 变成一个纯文字 现在这种效果啊 这种纯文字 这种效果 然后呢 然后这就是一个 我们把它复给什么 复给count 然后content 然后我们再看啊 我们要这来做什么 这来做阶段 如果啊 它的content大于200 同学们说 为什么不用这个 为什么不用stringlearn啊 stringlearn 为什么不用这个啊 为什么要用这个啊 MB下滑线 stringlearn啊 为什么 为什么同学们 想想为什么 想想为什么 因为啊 一个汉字啊 在pdp里啊 可不是一个字符啊 是几个字符啊 是几个字符啊 是几个字符同学们 同学们 用自己的聪明的脑瓜 想想是几个字符啊 UTF8是三个字符 gbk是几个啊 gbk是两个字符 就是两个字符 组成一个汉字 和三个字符组成一个汉字 所以说呢 如果你不用 你不用这个MB下滑线 stringlearn 而是用那个 用那个什么 用stringlearn去做 去做那个什么 长度判断的话 会出现问题的 就是说可能一个汉字 你stringlearn出来以后 它可能是三个字符 但是这个MBstringlearn 统计出来 就是一个一个字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要按字去接啊 不是按字符去接 所以说呢 我们就用这个 这个函数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把这个字符级给挂上 不然他不知道 你是什么字符级 可能会出现 就会出现统计错误的问题 然后这里有一个MB下滑线 substring MB下滑线 substring 0到200 什么意思啊 就是0到200个字 就是从第0个字 截到第200个字啊 就是总共的截200个字 到底这个字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学们自己去读下这个函数啊 为什么我用这个截 不用那个stringlearn里面的substring截啊 为什么不用这个截啊 还是关于一个原因 那个汉字 它的字符是三个字符 一个汉字 或者是两个字符 一个汉字 咱们这没UTI8 所以是三个字符 一个汉字 那截的时候 是不是会出现问题 会出现什么问题 想一想 就是可能把汉字 一个汉字截断 一个汉字三个字符 它可能从第一 比如说第一个字符就截断 或者到第二个字符 给它截断 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咱们想一想 出现这个问题以后 这个汉字就不是这个汉字了 还是乱码啊 是吧 是乱码了 是乱码了 那就没法正常显示了 所以说我们就用这个函数 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个还是非常简单的 解决这个问题 有的面试题 这里面是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面试题 很多面试官都会问 PHP怎么解决 汉字截断的问题 同学们不用害怕 这这么简单 就可以解决 当然还有别的 还有别的办法 比如自己写程序 解决能不能解决 可以解决 可以解决 但是呢 我建议同学把这个技术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解决办法 我们不用写特别复杂的程序 也不用写特别复杂的逻辑 也不用写一些特殊的判断位 就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合了而不为呢 是不是 同学们记住 这是一个经典的汉字截断方法 经典的 经典的汉字截断方法 好 我们接下来看 这里我们把这个block type 它是个ID 转换成name 然后把这个截断过的 这个content付给block 这时候就有了 现在这些面积的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 那么这就是我们列表页的 一个形式 接下来我准备讲 我的博客里面的分页函数 这个函数 这个分页函数听起来很简单 其实里面逻辑还是有一些复杂 老师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讲 所以同学们 先上试休息一下 下节课我们来主要来讲一讲 这个分页函数里面的一些奥秘 和一些技巧 好的 一会再见 谢谢 好